大家宁愿花钱去吃火锅 也不要花钱去裹旅 所以很多人都想说 暑假都已经过了一半了 怎么现在夏季的票还没卖完 也太惨了吧 今天的秋季旅展上面就看到了 业者还在促销夏天专案 而且还可以住宿买一松一 甚至还有可以溢价的 所以现在这样下去的话 会变成暑假的旺季不够旺 那么在冬天 台湾的旅宿可能会更惨 蓝色波纹变化不断 在夜晚的海上宛如精灵魔法 浪漫又神秘 不过现在美丽风景却留不住人 台湾海岛业绩低迷 小朋友就算优惠已经砍变七折 旅客量依旧只有去年的一半 也让业者无奈高喊 我们都已经赔到底了无所谓了 就是这一句话 道出台湾国旅辛酸累 因为民众一放假统统跑出国 看看旅展欧洲摊位客人做买买 反观国旅摊位努力发船单 还是没人驻足 降了三成左右 价格在砍对半 几乎都比我们补助还要便宜了 再来票券没有压期限 搬到国旅业者 除了台东祭出住宿买一送一 秋冬流行的清景农场 还送晚餐加骑马体验 现场甚至还有议价空间 只为了多留点客人 不过最惨的是花莲 勇敢的花莲人 这些花莲地盛太平凡 以下震吊八成业绩 导致秋季旅展还在接卖夏季专案 为了就当地观光 政府每个月1000元的旅游补助 还一路延长11月底 只怕民众热情不再 听肯定的业者他们说 他们下滑了四到五成 我只想去国外而已 住宿可能考虑国外 想去东京 国内可能看一下餐厅吧 有一些餐券可以看一下 民众对国旅兴致缺缺 统计今年已经有九成民众出国 或计划出国 导致国旅房间空荡荡 多家饭店出现16%的衰退红字 再降下去 国旅不止暑假没人玩 秋天继续惨 冬天还可能直接被打趴 在购物平台上面买冷气 所以出了问题到底是要找平台 还是要找这个直接找厂商呢 消费者说他是三年前买了 中国品牌的冷气 在购物平台上面买的 才三个月冷气就不冷 吹热风 后来装机的师傅说 是冷媒漏光了 所以他只好自掏腰包 重新灌冷媒 结果今年五月又发生一次 冷媒又没了 后来业者的售后服务 也非常的消极 他还要自己请师傅来看 才知道 原来是铜管里面的螺丝锁坏掉 所以冷媒才一直冷 就一直送风 然后这个温度会跳到32以上 这间屋子就不能住人 那没办法睡 在购物平台买了冷气 吹一吹却不凉 直接变成热风 有小姐控诉 当时才买了三个月 怎么可能才用一下 就不凉 找人来修才发现 冷气盖打开 铜管接管处冷媒滴滴答答 几乎全部快要流光 刘小姐三年前 趁着特价买了这台 中国品牌的冷气 装机三个月后 就发现冷气不冷 请装机师傅来重新灌冷媒 自掏腰包先花了2500块 事后一到两年 家里没有住人都没有使用 今年五月再打开的时候 没想到又没冷媒了 联系客服却一个推一个部门 只好自己找师傅来看 才说铜管里螺丝锁坏了 才会导致冷媒一直灌 一直漏 只好在自己花钱修 客服说要转相关人员 跟我们联络 但是我都一直没有收到 他们跟我联系 我不是在乎这个钱 我是觉得我们的消费者的保障 到底在哪里 那现在问题出来了 你这么大的一个平台 你们的处理的方式 怎么会是让我们这么讶异 刘小姐不满购物平台最大诚意 只给折价券2000块 还限期三个月内要使用完 就去向消保会申诉 购物平台则回应此案件 已经安装超过三年过了保固期 不过还是会协助消费者 进行协商处理 购物平台就有这个义务 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不管是他找别人去处理 再去跟这个业者再去请款 或者是请这个业者去处理 消费者钱付给你 询问专家则表示 按照一般程序钱付给谁 就该找谁负责 知名购物平台上买冷气 却换来一肚子气 消费者更无法接受 业者的售后处理方式 现在要继续走协调程序 为自己讨回共道 东森新闻马恩凯文有联 在台北市采访报道 花钱买到不适合的产品 那一般人应该都会觉得 蛮生气的 但是如果花了231万来做这个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 现在柯文哲 还有民众党的这些支持者 真的能够那么接受 他们所捐赠的政治现金 这样用吗 原来这个民众党 花了231万 柯文哲的阵营 他们拿来做 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但问题是不是这个价钱 而是这231万 是在选前三天所花下去的 选前三天 你都已经知道 最后的结果 大概会是怎么样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买一个 做国际政经情势的东西呢 后来深入追查 我们才发现了 原来是柯文哲 虽然他也知道自己选不上 但是他高估政党票了 他认为应该会有 十多位的不分区立委 所以他才会做了 未来五年的局势分析 要让党来使用 但还有另外一个争议 因为你在选前 就拿小草的政治现金来做 败选之后的局势分析 这样真的合理吗 打开柯文哲 这本政治现金照妖记 我们东三新闻就独家发现了 在投票前三天 也就是1月10号 他们做了这个台湾与国际政经情势分析的专案 而且一次就花了231万 这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们深入追查 发现他原来是在布局败选后的安排 都已经投票前三天了 1月10号这天 柯文哲仍在宜兰车队扫街 但怎么心里想的 却是震惊情势分析呢 原来倒数阶段 柯文哲竟然花了231万 分析未来五年事件簿 要给党来使用 而这就是由特斯策略顾问 有限公司来分析 但时间点在选前三天 有这么急吗 做一个未来事件表 国际的主要就是美国 因为他认为已经选不上 他高估他的 他党的实力 他认为他有十几个立委 做这份专案的是柯文哲 时期的富邦读董张荣峰 而特斯策略顾问 也挂在他的太太李肃兰名下 但张荣峰的重点是 柯文哲高估自己的政党票 甚至拿小草捐献的政治献金 来做败选后的专案 这岂不是对小草的背信吗 总统当选人是谁都还不知道 以及立委席次仪都还没有确定 当时柯文哲还在跟小草们哭穷 我觉得非常不应该 而其实制作这专案的张荣峰大有来头 过去与柯文哲友好 除了是富邦独懂 连107年竞选台北市长时 也高调的跳出来替柯文哲竞选 当时也收了300万顾问费 但这回总统大选看不到顾问之初 原来是张荣峰觉得自己看错人了 为何选前三天要做败选后的局势分析 这专案或许柯正营千算万算 算不到现在的下场 东森新闻刘伟成素质台北报道 有时候你会觉得反应没用 不是应该要去找民意代表吗 但是告诉你 如果你爆了料 议员就直接带队来吓你 谁有办法接受呢 台铁的这名嘉义大邻战的女战务员 在之前你在新闻一定记得她 因为她为了要阻止一名老翁 在车站里面骑脚踏车被拍打手臂 女战务员她决定要告到底 是因为她已经被攻击三次了 没有想到她一提告之后 这现议员江志明竟然带队去找战务员 所以被舆论抨击 是不是在刻意的施压基层呢 这个战务员事后 只好发表了一颗公开信 她说她真的没有想到 做这样的工作 竟然要自己买密录器 她希望交通部长 可以成为这些战务员的后盾 尴尬的是 今天部长李孟燕 就是因为婚外情火速请辞 台铁大林站的女战务员 在发表公开信后 态度低调不愿再多谈 至于带队到台铁大林站 找女战务员的议员江志明 各方强力抨击她施压 虽然服务处照常的营运 但是她大部分时间不在 即使出席公开场合也不多谈 而女战务员也在7号被打提告之后 首度土漏心酸 亲笔血下 自己进入台铁前 从没有想过要自购密录器 攻击辱骂成为日常 安全上下班返程的奢侈 这证明治安预防车站安全措施 全部失效 还特别标明希望交通部长林孟燕 台铁董事长杜维提出改善方案 当员工后盾 但是交通部长因为爆发 婚外情在19号请辞 就在台铁公会立体女战务员提告的时候 骑脚踏车进车站的老翁则是低调的解释 他会拍女战务员的手 是因为对方拿笔要刺他的手 他才拍开 爸爸有提到说 那个战务员要拿原子笔 要刺他的手 对啊 我们也有跟那个讲 不然他干嘛突然要 他干嘛事后要把他手拨开 好 这都连连 我们就说五条不如我跪 这样而已 都不太容易 当时老翁觉得自己委屈 但是他动手打人就是不对 虽然交通部长才说 会加强台铁的警力保全 人就请辞了 但是台铁董事长杜维回应 会由公司先支付律师费 协助女战务员打官司 讨公道 东森新闻吴国珍在嘉义报导